以前的项目工地 反正这里对他很重要 很有意义 他们家里出事后 他还来过这里 这就是我的人生 前一秒还装成王贵的红酒 下一秒就变成了一堆碎片 哈欧准备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我到底做错什么了 走吧 高阳他不在这里 或许我对他太苛刻了 既然你这么担心他 就再想想他会去哪吧 我确实没有去了解过他 这个时候我却想不到 我怎么没有想到高家呢 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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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阳 你看看高阳 没有 没有啊 你干什么啊 晃晃晃晃的 哪像个部门主管 能不慌张吗 刚刚不见了 他这么晚能去哪儿呀 出什么事了 这离家出走了呀 这大半夜的急不急死个人啊 怪不得 连自己的事都顾不上 喂 李总 这边把货我找遍了 没找到 你说高阳家呀 我记得他跟我提起过 在那个 那个什么 东湖那个别墅区 对对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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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说什么 找到高阳了吗 没有 李总正往高阳家走嘛 不行 我得去看看 等会儿 我送你去 看什么啊 我顺路 没事吧 没事 可能是刚刚在工地的时候 把脚扭到了 你回去再帮我擦个药吧 对不起 叶楠 我 你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啊 这太见外了吧 而且你是为了找高阳 又不是你的错 认真开车吧 如果再帮我 你说一遍 我不是你 你怎么好 什么事 就像他 说人生 那什么事 这也不是 你 帮忙 你 我 不是 什么事 是 5 3 6 7 7 8 9 来 给我 没事吧 你怎么跑这儿来的啊 我要回家 回家 搞瘾了 原来高杨真的在这里啊 还好李总陪他 既然这样子 人没事就好 我们就不要打扰他们了 回家吧 表哥 怎么两两个驾车 怎么两两个驾车啊 明朗 你怎么也来了 那个 我翘翘脚碰到你也走了 说明朗把我送过来 黄小姐 脚怎么了 没事 刚刚在工地的时候弄到了 高杨 原来你在这里啊 我们都很担心你 还好李总陪着你 不然你一个女孩子家的 这么晚的很危险 对不起啊 我 我不知道你们都在找我 你说你大晚上不是一下 跑出来干吗呀 吓不吓人啊 你又不是什么小心眼的人 怎么就想不开啊 到底怎么了 也没什么 就是一点误会 高杨想帮李总买个衣服 结果 严厉误以为他又乱花钱了 给我买的衣服 好 对不起啊 给大家添麻烦了 我就是想回家看看 好了 你也不用自责了 这样吧 我先给你盯一下酒店 如果酒店住着不舒服 我那正好还空这一套房子 你随时去住 李总 我觉得高杨她毕竟是个女孩子 住在你家不是很方便 现在人已经找到了 我明天还有工作 我先回去了 你们慢慢聊 我怎么办啊 来的时候顺路 回去的时候又不顺路 你这人啊你这 好了 要回家就赶紧回家 这么晚还在外面晃悠 大家为了找你 也都累了 是啊 时间也不早了 可阳 你想住在哪儿 你去 好 好了 回家了 反正 这个月的房租都已经交好了 不住白不住 我扶你上车吧 高杨 如果有任何需要 随时打给我 我二十四小时开机 嗯 好 李总 你看 这人都走了 这大半夜也帮我打车是不是 我送你包 好